同学好 我们现在开始上课 在这一节课中呢 我们为大家介绍工商管理学中 一门新兴的课程 商务谈判 商务谈判是随着 生产 销售 活动的发展 随着贸易在区域之间 国家内部 国家与国家之间 全球化这样一个发展的大局势中 不断凸显起地位的一门课程 因为什么呢 其实对于商务谈判而言 我们听这个名字可能比较新鲜 说可能和我们日常中 我们很多人不接触这样一个 生产经营活动的话 那么就很难有感性的认识 但其实我们撇开商务而言 就谈判 这一活动来讲 我们每个人 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谈判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对于我们来说 只要彼此之间存在矛盾 存在需求 就是双方的需求 这种需求不认识物质上的精神上的 那么都需要通过协商的方式 来进行沟通和磋商 从而取得某种条件下的仪式 那么这就是一种谈判 那么大到国与国之间的政治谈判 那么比如说中美谈判 前不久 美国总统访问中国 那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 和美国总统奥巴马 彼此之间就进行国事谈判 那么小到我们去菜市场去买菜 那么每一名家庭主妇 与小商小贩之间 就价格 质量 数量等问题 进行的谈判 尽管这只是涉及到一把葱 两颗蒜 和像奥巴马与洪景涛一样 涉及到一个国家 一个地区 一个全球化 这样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 他们的辐射范围 虽然不可从而言 但其本质是相同的 这加上商务这样一个界定 就把谈判的范围 从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全局性的范围中 划分出一块特有的领域 进行专门的研究与探讨 那么这一块领域就是商务活动 那么商务活动是什么呢 就是由生产者生产产品 进而由经营者在供需双方之间进行交易活动的一类事务 那么如果我们把谈判进行交这样一个范围之后 那么谈判 我们现在所说的商务谈判 它就有与一般的谈判 比如说政治谈判 公共事务谈判 军事谈判 等等区别开来 我们今天着重于研究的是商务谈判 那么基于这样一个出发点 我们的视野就不再发生到很大的一个范围内 就要集中待两个问题 第一是商务 第二是谈判 那么为什么同学们可能会问 在这样一门课程之前 我们为什么要为大家讲出这样一个问题呢 因为首先 我们这门课讲的是商务谈判 我们在序论中会为大家介绍一下 商务谈判 我们是作为一门学科 商务谈判学来为大家讲授的 那么商务谈判学 其实是一门新兴的还未成熟的学科 就如同它的背景学科管理学一样 工商管理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一样 它的翻载历史比较短暂 它的科学性 还有待完善 与其他社会科学 比如历史学 经济学 哲学相比 那么管理学 以及其二次 二级学科 商务谈判学 这样一类学科 它的发展还是一个不断深化 不断完善的过程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 我们就有必要为大家强调 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 我们一般都研究的是价值命题 与自然科学领域相区别 自然科学领域 大多研究的是 科学命题 那么科学性和价值 一个研究问题 它的科学性和价值性 其实在 哲学的角度来看 它是两极 它并不矛盾 而我们所涉及到工商管理学中的 商务谈判 它往往是涉及到一个价值 评价的问题 而价值评定 在整个的社会认识体系中 不能够按照一般的 自然科学领域中的 是非观 对错观 来评定 而更多的应该应用 人者见能 智者见智 实用主义 结果论 这样一种方式来认识 也就是说 我们学习工商管理学 学习商务谈判学 是在管理学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研究 那么我们这门学科呢 它是一门实物性的学科 我们不能说我们所讲的内容就是正确的 或者说是就是经验 预律 这都是我们所讲的问题 都是在实践活动中准结出来的规律 与知识 这种规律和知识 它与自然科学中 比如说数学和物理学中的定理定律 是相区别的 那么这一点 从开课一史呢 我们就希望同学们呢 能有一个明确的认识 就这门课程而言 我们在讲授中 有这样一个视角 即是将它作为一门学科 一门二级学科来对待 是从一门学术的角度来为大家讲解 那么大家去浏览 社会谈判目前发行的很多的教材 可能会发现 那么在商务谈判领域中的教材和专注中 更多很多都起源于商务谈判实物 那么他们这些学者在研究和传播商务谈判 这些知识的时候 更多的是把商务谈判视为一种技能 就比如说和文秘 以及 报官 税务 等等应用性的 技能性的知识 技能性的学习 各有一类 而我们这里为了让大家在学习过程中 有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和逻辑思路 我们是从学 更多的是从学科 学术性的角度来为大家介绍 这是其一 其二 尽管我们企图在 课程的讲授过程中 为大家强调其科学性 但实践证明 商务谈判学目前的发展 其科学性还不是很强 其学科的理论体系建设 还不够完善 而在日常实践活动中 更多的是作为一门实际的技能 应用的技术来对待的 因此我们一方面 在讲授的过程中 会不可避免的大量的涉及到 商务谈判中的一些技能性的 技巧性的知识 在同时 我们也会尽量的为大家 就这些具体而零散的知识 尽量的统一 归纳成 具有比较强科学性 学术性的理论知识 为大家所掌握 毕竟 受恩以余不如受恩以余 给你一把干粮 不如给你 教给你 学会种植粮食的方式 我们在学校里面学习 不仅仅是要通过教师的讲授 告诉你某些知识 某些技能 更重要是培养大家学习的能力 而这种学习的能力中 一个重要的培养环节 就是培养大家掌握 如何对所接触 所从事的学习活动 总结其科学规律 将讲授 老师讲授的内容 吸收 转化从自己的理论体系 从而进一步应用 而不是说拿来主意 把老师讲授的理论 直接应用到日常事件中去 这样一个过程 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 说我拿来 我学像一把螺丝刀一样 那么我把螺丝刀拿来 直接就可以用了 但我们这里面可能会看起来更费劲一点 我们把螺丝刀拿来 还要看一下螺丝刀的规格 它的材质 以及使用方法 这些掌握之后 我们才去应用螺丝刀 因为螺丝刀也有不同的扣形 应用途 那么具体的使用方法 如果把螺丝刀 那么现在有很多的 机械的 电动的 手动的 但其原理 如果掌握之后 那么大家就可以通过说明书 下一次就可以通过说明书 而不用别人教给你怎么用 就直接可以上手 我们的目的 就是通过在具体的大量的商务谈判 实践技巧的讲授过程中 为大家归纳总结出一些客观的规律 通过这些规律 大家认识到商务谈判学这门课程的一些本质特征 和它的内在逻辑 进而 理解和掌握一些具体的技能 再应用到日常 进行活动中去 也许这样一个 看起来比较复杂的过程 更有助于大家 进行本门功课的学习 进而形成一种良性的学习的逻辑和学习的习惯 提高出大家的学习能力 那么好 我们第一节讲呢 在介绍完这些背景知识之后呢 就为大家开始介绍一下关于商务谈判学 商务谈判学呢 在目前呢 我们也说了是一门新兴的学科 它的起源呢 是来源于实践 我们任何一门学科呢 不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 其来源呢 都是来源于大致的社会实践 这与我们的这个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观是一致的 真理来自于实践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那么商务谈判学的 它的社会实践基础是什么呢 是商务活动 商务活动呢 由社会经济活动的运输工具 把社会制造的商品进行流通 形成交换 并成为社会创造财富 为了创造更大的财富呢 人们对商务活动给予了大量的关注 以摸索其中的规律 那么这种商务活动中呢 包括一些什么样的研究内容呢 比如说商学 市场营销学 公共关系学 物流学 保险学 货币银行学 这样一些学科就应用而生 那么我们为什么说这里面 讲到可能同学说 商务活动怎么会和公共关系学有关系呢 物流学有关系呢 保险学 货币银行学有关系呢 那么商学和市场营销学比较好理解 其实呢 很多的商务活动 比如说大爱典的这个世界500强企业呢 比如微软 IBM 他们在开拓一个市场时呢 很注重与当地政府 非营利性组织的沟通 从而实现一种软性的广告宣传与推广 那么这里面呢 就涉及到一些公共管理学的内容 那么物流学呢 很容易那就更比较容易理解一点 那么我们在商务谈判的过程中呢 更多的是谈到一种物权的相互转移过程中的价值平衡问题 那么这个过程中呢 就涉及到一些物流的问题 那么保险学呢 那么商务谈判过程中 比如说我们谈一笔交易 那么我将一种物品销售给对方 那么这个过程中呢 货物什么运输 这是物流学 但在运输过程中 以及对方接受到 接受货物过程中呢 就会产生存在一些不确定性 那么比如说海洋运输过程中呢 以空中运输过程中呢 为防止不确定性 事物件的发展呢 就涉及到一些保险的问题 其中呢 对于相应对应于这个物品的食物交割的过程中呢 就可能产生一些资金的货币的往来 那么就涉及到一些货币银行的问题 那么与这些问题相类似 交易谈判是商务活动中的重要环节于种族孟夫 进而呢 我们认为它可以形成一门学科 即商务谈判学 那么有人会说 那如果遭受这种逻辑的话 那么社会活动中的每一项活动都可以形成一门学科 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种想法并不是其科学性 但是目前实际而言呢 并不是这样一种情况 因为毕竟我们的研究精力和资源呢 是有限的 我们必须把有限的资源和精力呢 投放到 关键的 目前对社会生活而言呢 比较影响比较重大的问题上去 那么就目前的商务活动而言呢 商务谈判的作用呢 日渐凸显 因此呢 很多的专家学者以及经营管理者 市场营销人员 对其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来进行研究实践 有了商务活动 那么商务谈判学的诞生呢 就有了坚实的基础 从宏观上看 人类商务活动呢 其实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 为商务谈判呢 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实践基础 这样一个发育发展的土壤 那么从微观上看呢 古今中外 学者 以及经营管理者 对商务谈判活动呢 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奠定了相当的理论基础 而从本质属性上看呢 商务或者说交易 它与谈判呢 是一段软身经历 密不可分 你有交易 交易是什么 是彼此之间物与物 信息与信息 彼此之间价值的一种转化 转移 那么你要形成这种 彼此之间的这种物 信息 财 货 的转移和流动呢 怎么搭起这桥呢 就要有谈判 那么我们说 如果你谈判 它肯定是有交易的 那么有同学说 那我可能是两个人聊天 其实如果我们再进一步说 即使聊天 那你也是在进行某种交易 是什么交易呢 是彼此对信息的一种交流 是彼此企图从交流过程中 从对方获取某种心理或生理上的满足 因此在商务 或者说交易和谈判 一般来说 关系很密切 那么既然商务活动 是商务谈判学产生的基础 而商务活动和谈判 又是必不可生的 那么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 商务谈判学应运而生 那么为了我们更好理解商务谈判学呢 我们将商务活动的发展历史呢 进行一个追溯 首先我们看一下商务活动的产生 商务活动是指国家或社会组织 或个人之间的商品交换 而商品的交换 以及大规模的商品交换 产生的前提是国家的存在 比如说我们在研究历史的时候 会发现原始人之间没有商品交换 他们都是什么呢 自己是自足 我今天去打了一只野兽 或采摘了几些野果 那么我今天的粮食就获得了 那么没有的话 我们就没有图进来满足自己的生理需求 同样的 如果我没有为自己挖掘一个洞穴 或者没有为自己斩下一些的足够的皮毛 那么我们就没有衣服穿 那么这是原始社会 那么到了奴隶社会有私有志之后 那么各个国家地区组织或者人每个个人之间都有自己似乎有的财物 那么可能我的粮食多一点 而你的皮毛多一点 那么我们为了满足各自的不同的需要 比如说我粮食多 但是我没有衣服穿 而你有衣服穿 但是没有粮食吃 那么这样的话就需要进行商品的交换 那么私有志出现之后就产生了交换的基础 再按人类历史学的分类 国家的诞生是在私有志出现之后 并是原始社会进入的奴隶社会 也就是说在私有志产生之后 国家产生之后 不仅为交换产生的基础 而且促进了商品交换的大规模的进行 那么从东西方对比来看 西方奴隶社会较为典型的是 古罗马和古希腊 作为地区的国家之间的商品交换 从时间看 他们大约在公元前八世纪左右 就是这个时间点 公元前八世纪 但在东方 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 奴隶社会的形成 则在公元前二十一世纪 从这一点我们本来看出 就商务活动而言 尽管目前的二十一世纪的商务活动的主流 商务活动大量 活动的聚集点在欧美 在西方 但实际上在历史上 在商务活动发展的早期是东方早于西方 只不过在从封建社会上资本主义社会过渡这样一个时期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萌芽和发展 早于和快于以及领先于东方社会 促使了商务活动的进一步发展和扩大 目前而言从发展的角度看到东方又落后于西方 那么我们不能说 或者是在这文课文成长 我没有足够的时间为大家来对人类历史商务活动这样一个历史 进行详细的描述和讲解 那么我们从一个小的方面或小的视角 为大家概括一下商务活动的发展的两个特征 这个特征我们从严格意义上说不是一种史学研究的特征 它并没有说是在史学家研究过程中 它能够作为一种史学研究的观点出现的 而仅仅是为我们这门课程为大家理解商务活动发展历程 而由我们从一些资料上提炼发展出来的 那么我们把商务活动主要概括为两个历史阶段和三个大的地域范围 也就是说我们把商务活动发展历程 我们用两个大的历史阶段来概括 这两个历史阶段分别的标志是铁器和蒸汽机的出现 为什么要以铁器和蒸汽机的出现作为划分商务活动发展历史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呢 其实呢 它们背后呢 隐含着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命题 即社会发展的效率问题 作为经济贸易的基础 人类的生产工具有了新的革命 比如铁器的出现 它就使生产力得到提高 产品更加丰富 商品交换与益加纳 生产的分工开始出现 从而为商品交换的需求提供条件 具体看来 从中国的历史看 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221年 也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呢 已经开始大量的使用铜器 比如青铜器 铁器 货币 或者是一些工具 礼业 农用工具 从商务活动这个角度来看 东方的商业那会儿是领先于西方的发达 那么铁器的出现 就是工具的出现 使得我们日常的生产工具获得了一次效率的提升以及革命 那么其接下来呢 蒸汽机和电的发明 标志人类生产力的又一次革命性的解放 从此 社会生产活动分工更细 社会成员的相互依赖性加大 既提高了商品生产的能力 又创造了商品市场 同时为国际国内商业活动积蓄了物质基础 商业知识与人才 国际国内的商业活动在法律操作规范 分类 法则 和作家原则等方面得到了更系统的发展 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我们在可以进一步延伸 我们可以说 目前21世纪的发展 计算机和互联网可能成为商务活动 发展阶段的第三个计算性标志 它对整个社会商务活动的效率的提升 可能也会产生革命性的影响 就目前而言我们经常会谈到一些电子商务活动 比如说B2C B2B C2C 如果大家进行网络购物 或进行现代的一些商业运营活动的话 就可以发现 互联网计算机 对日常的 对传统的商业活动的改造 正在日新月域的进行 那么到时呢 在过几年 当他们禅属或认为大家所公认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的说 商务活动发展历史呢 可以有 花费三个历史人 那么这是一个从历史纵向的角度来看 那么从横向的角度来看呢 商务活动呢 我们从地域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呢 它是有一个三个地域范围这样一个概念 比如 人类的商业活动与地理上的大发现呢 是有关的 也与人类的交通工具是有关的 这两个制约条件呢 是商务活动发展的 带有很明显的地域性 从地理的角度来看呢 我们可以视为商务活动 是在一国之内 比如我们中国 中国这么大的国家 三十多个省是自治区 那么省与省之间进行交易 在一国之内 比如说南方的水稻用到北方 北方的小麦用到南方 那么南方的水果用到北方 北方的肉蛋奶用到南方 那么物与物的交流等等 其次呢 是国家与国家之间 比如中国和俄罗斯进行能源 俄罗斯把他的能源 木材石油矿产 这样一些产品 消往中国 中国把一些日常生活用品 消往俄罗斯 以及世界范围内的 比如说中国的制造商所生产的电器 格兰斯维波炉 海尔电器 中国生产的粮食 中国生产的羊生 消往全球各地 就是在世界范围 这样三个地域范围之内 商务活动进行扩展 其实这是一个商务活动不断 就像水银泻地一样 不断地延伸的过程 那么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 西方人认为自己所在的地区 或严所能及 主所能道的地方 也就是人世界的全部 就是说 谁如果没有哥伦布走出来的话 西方人也和东方人认为 那么大清帝国就是这个世界的全部 而不知还有西洋 那么西洋人也一样 只知道有英格兰 法国 德国 而不只有美洲 那么同样 中国如果没有正和下西洋 和丝绸之路的导引 也只能把商务活动 局限在地区周围 或周边国家范围内 只有人类的蒸汽机产生之后 发明了火车 轮船 汽车 这样一种交通工具 使得人类能够将它的脚步 扩展到更大的世界范围之内 才使得商务活动更加的广泛完整 因此从商务活动的发展来看 我们从两个历史阶段和三个地理范围内 这样一个简单的视角进行一个简单的了解 那么这样一个从历史的角度和横向地理的角度 看完商务活动之后 我们再回头看一下商务谈判的始终 那么商务谈判的始终 我们认为它是经历的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为生存需要面谈 需要而谈 第二个阶段是为权力与利益而谈 第三是为公平合理而谈 那么首先第一个 为生存需要而谈 什么叫为生存需要而谈呢 就是我们在教导人类社会中 比如说活动它的奴隶社会 人们的活动范围非常有限 而且人与人之间的交易活动都局限在什么呢 都局限在一些日常生活用品上 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当时人的第一要物是什么呢 是生存 是解决自身生存的需要 仅仅是满足了这些生存的需要 而并不过分追求交换的价值 那么也就是说当时有可能就用两匹马换三大粮食 那么两匹马的价值和三大粮食的价值 是不是完全的对等呢 我们在这个经济活动中呢 或者马克思价值论论中都说 交换的基础是价值的相等 但是在这样一种商务活动初期呢 很难做到这样一种完全的价值对等 当然从整个的总体上而言 从统计的角度而言呢 可能会实现一种对等 但很多的微观的过程中呢 并不见得能实现价值的相等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生存的需要主宰的商务旁盘活动 为了解决自己生存的需要 即使不对等也可能实现 那么也许大家 我们都没有经历过奴隶社会 不可能知道 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具体的情形 但是在我们目前呢 在世界范围呢 其实还是有一些发展 发展部比较落后的地区 比如说其实在我们国内呢 比如说在贵州地区呢 还有一些民族自治区 它是随着我们1949年的国家 新中国的建立呢 从奴隶社会直接跨越到社会主义社会 那么这以及世界上还有一些 比如说埃斯基摩那些部落 还有非洲雨林中的一些部落 其实他们的社会发展的现状呢 还是一种奴隶社会 这种社会中呢 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去谈 比如说用几颗玻璃球换来大量的钻石 那么玻璃和钻石价值相等吗 不相等 或者说用一些简单的日常生活用品 就可以换来在我们看来 价值昂贵的皮毛 象牙这样一些东西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其实对那种原始部落的落后发达地区的人们来说呢 他们交换的需要呢 是为了生存 是为了生存而进行交易 那么这个过程谈判的主导力量呢 是什么呢 是为了生存 所以是为生存需要而谈 那么当社会组织结构日益形成了之后呢 从奴隶社会 向封建社会过渡过程中呢 生产力的发展差异逐渐加大 那么权力成为社会主宰的时候呢 商务活动也充满了血腥 权力是当时社会商务谈判中的主宰 商务谈判呢 处在以教育野蛮的时期 这个其实比较好理解 在这个封建社会啊 我们看很多电视剧 或者是看历史小说会发现 很多的财富呢 一句话说皇帝征用了 或者王爷征战了 无常的就掠夺了从别人其他人手里就把财富 商品 甚至人口 归为己有 这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权力 那么即使不是无常的战友 那么在谈判的过程中呢 由于权力的存在 使得双方的地位不对等 也不能完全进行价值的公平交易 那么在这个时期呢 就是为权力和利益而谈 权力谋求的是 利益自身利益最大化 在为了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 权力充当了谈判过程中的主导力量 那么到了第三个阶段 就是为公平合理而谈了 随着人类社会文明承诺提高 人们对创造和维护商务活动的法制环境 愈加重视 从一国到双边乃至联合国的范围 人们不断推进对商业立法的标准化 国际化 以促进世界范围的公平的商务活动 那么在这个时期呢 就是比较文明的交易追求平等 谈判公正被认可的一个时期 也可以说是为公正合理谈判的时期 商务谈判日益走向文明与理智 也就是说发展到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 那么比如说我们现在 为国际商务谈判呢 成立了很多的组织 一个最重要的组织 其实是WTO 国际贸易组织 那么前几年我们国家为了加入WTO呢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那么可以说举国之力 而办成这样一切大事 那么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可能 经过很多会 听说多哈谈判啊 等于多伦的谈判 那么这个谈判什么呢 是为了公平和合理 因为我们要与世界的不同地区与国家进行商务活动的过程中呢 那么国与国之间利益或是矛盾的 那么为了彼此之间的公平和理 就需要进行谈判 在谈判的过程中呢 为了达此谈判 达成共识 那么世界的这个商务活动呢 还成立了很多的 就这种资源性组织 比如说世界贸易组织 国际公认的一些海 海洋法等等一些法律体系 以及一些国际上默认的商务原则规则 都有助于实现在整个世界的范围内的商务活动的 进行和商务谈判的达成 虽然我们强调是为公平和合理而谈 但实际上呢 这是一个目标 是一个不断追求的目标 而不公平不合理 仍然是当前很大程度上 很大范围内存在的现象 那么商务谈判呢 还涉及到一个文化的问题 人类呢依赖工业技术的发展 活动范围在有限的单位时间内 从步行 骑马 划船所能及的地区 到轮船飞机所能到的地区 这种地理的延伸呢 使人们的商务活动呢急剧扩张 也使得传统文化和异域文化呢 发生了碰撞 实现其在单位时间内 两种文化的跨越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刚刚谈到了商务活动呢 有历史阶段的发展 那么同样有一个地理区域的发展 那么一旦地理区域的发展的话 就很明显有一个文化与文化之间的碰撞 比如说在我们国内 北方人到南方人谈生意 三星人到广东去谈生意 那么彼此之间就有一些不同的文化背景 会产生一些不同的矛盾 同样中国人到越南到俄罗斯去谈生意 也会遇到问题 更远一点 中国人到欧美去谈生意 那么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碰撞也在所难免 这就要涉及到两个问题 一个是本族文化与异族异国文化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节课呢 我们再接着为大家介绍商务谈判史中中的两种文化的跨越 下节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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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节课呢